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长存的爱 参考经文 应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历代之上十六章三十四节 这个月 我们对感恩和称谢的反思 已经接近尾声了 今天我们来研读圣经当中 一句相当赋予诗意的话 应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整本圣经都有谈到 这个宝贵的信息 有些书卷 像是历代至上下 诗篇和耶利米书 原原本本地重复了这句话 另外 其实在圣经每一卷书中 都明显地蕴含这话的意思 人和人的关系 其实非常脆弱 某些崭新的经历 吞涩的记忆 地狱的遥远或阻隔 凡此种种 都会使我们与别人产生阻隔 最终 我们更因死亡永远分离 的确 世上一切的关系 都不是牢固不破的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我们与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这个关系永不止息 不是因为我们 乃是因为主和他对我们 长存的慈爱 耶稣用了一个最活生生的方法 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了 然后从死里复活 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我心里有一个诚挚的祷告 我盼望 当你一旦明白了 耶稣为你所做的 和经历到他长存的爱 你的生命 就涌流出对他的感恩和称谢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为你永远长存的慈爱 感谢你 我们知道 因着你的爱子 耶稣 你是多么爱我们 又因着他 我们必永远感谢你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